小姐你好 请出示你的会员卡号 不好意思 会员卡没带 电话号码可以吗 可以 15952925292 请问是你本人的卡吗 不是 是我先生的 姓陈 陈太太 你好 里边请 我饿了 先吃了啊 你看那个长发 卷发 穿红牛粉衣服呢 就是这个 1290419 她后面那个就是小红 在KTV认识那个 认识啊 打个招呼吧 这我怎么打招呼呀 不是说认什么打招呼怎么办 这种场合打招呼 会多尴尬呀 小红好巧啊 认识 不认识 不好意思啊 我认错了 你怎么这样啊 你干吗跟她说话啊 我又怎么伤人 人家不愿意承认认识你啊 这种场合 要你你愿意承认吗 这种场合 就大大方方地 微笑 点个头 握个手 怎么了 像她那样 一看就有毛衣 什么毛衣 晓鸥跟你说没说过 她签了什么公司 喝多了 我哪挤了呀 好像是什么美吧 凌美 嗯 还很久这个 被我是乌鸦嘴说住 说住 小姐 不好意思 我们刚确认了一下 陈先生说她没结婚 所以您 你的意思是说 要赶我们这些 饭吃了一半的客人走是吗 你误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边那颜小姐说 你们是朋友 这边的单她帮你买过了 她让我跟您说一声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您慢用 那乔安 我还能吃吗 吃 嗯 我跟你说这虾味道不错啊 你来一吃 赶紧吃 吃完我回来就走 你去哪儿啊 我还可以吃 你不吃 你还要吃 我不吃 我吃了 我吃了 你会是 你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谢谢 我吃了 我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服务员 就这东西打包了 打包合五元一职 那个桌 那个穿红衣服的 他买单 找他买单 好的 给我打包 失智大闸现 阳城虎的 好的 您请客 我不来谢一个怪不好意思的 大家不用看着我 继续聊 叫你朋友一起过来吃吧 不用了 他酒精过敏 不用客气了 我吃完鲜就走了 乔安妹妹 借一步说话 您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可以直说 如果是对陆总的话 没关系 我听着 回去一字一句地转告她 远洋叫你来的 远洋叫你来的 不是 正好跟朋友吃饭 不巧 就碰到您了 我跟城市营业的陈总是旧交 这家餐厅还是她领我来的 我谈摄经堂来这边 刚才我听经理说 陈公子的太太也在这儿 我确实是听说了 陈公子要结婚的事情 我很好奇 到底是哪家姑娘 能让她这个花心大哨收了心 一看果真是个大美女 我很高兴要认识你 所以就打了个电话 没想到是个误会 对 实在抱歉啊 我给你们个时日大大线 别过浪费啊 行 行 弄点汤 我还能泡饭 您的意思我算是听明白了 回去会一五一十地告诉陆总 当然 我也替陆总表个态 我们奥里斯 绝对不会放弃静染的案子 感谢款待 我们会再见的 慢用 请 请 我今天听说那小见人买的 我立马打包了十只 我现在后悔了 我应该把店里面大闸蟹 都给他打包了 来一个 陈湘要结婚了 陈骁居然要结婚了 算了吧 乔儿 现在你来我往的不都是这样吗 就像我和卫东一样 不都是我爱你 谢谢 对不起 再见了吗 人来人往 我们只是其中一个 不新鲜 你和我不一样 让我自己脸上贴心啊 我跟你怎么不一样啊 你跟陈骁不也就是 我爱你再见了吗 他不也一样要结婚了吗 是谁当时说的说 我还没玩够呢 我还玩一辈子 现在不还是摆你一刀吗 对了 我上回给你个录音笔啊 里面有个文件特别特别地重要 你千万不能泄露了 什么录音笔啊 就我上回给你那个呀 当然那文件啊 对于你来说 没什么用 但对于我来说 至关重要 那里边的内容啊 可能会毁掉小红的一生 我穿红颜色衣服的 就是严海 她后面那个就是小红 在KD渭是那个 她还是你的亲笔 我们奥里斯 绝对不会放弃净染的犯恩 绝对不会放弃净染的犯案 小红颜色衣服的 这是你的 他 我们